有一个政治单位 让大家很失望 就是欧盟 对吧 有点偏忧脸 欧盟应该是咱们二战以后 在区域合作上最成功的典范 对吧 像我们东亚非洲都在学它 但是呢 这一次碰到新冠疫情的时候 欧盟是没有作为的 意大利 在遭遇到新冠肺炎病情 袭击的时候 其他欧盟国家就是袖手旁观的 以至于啊 我记得在3月50号 这个欧盟驻 就是意大利驻欧盟大使 叫马萨里 就公开的对美国媒体讲 说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 是吧 当我们向他们求助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帮我们 只有远在东方的中国帮我们 所以我看那个 他那个北边 那个 伦巴蒂大驱 他那个 疫情严重嘛 我看那个有几个领导人 就把他们家里的那个欧盟旗子给 拉下来了 是吧 把自己意大利旗子送上去了 虽然现在他也在离谱啊 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封德莱恩 向那个意大利道歉 一开始不关心你道歉 然后他希望搞一个叫5000亿欧元的这个救助计划 对吧 赛尔维亚那个总统吧 叫伍奇奇是吧 有一天是不是掉的眼泪讲 说所谓的西方的团结 欧洲的团结 是个神话 现在能帮助我的就是中国 对吧 所以后来 中国当然也是脱套暴力 马上也送了物资 送了人员去 对吧 他那个伍奇奇总统是 亲自到机场接嘛 而且亲掌那个伍奇红奇嘛 欧盟这一次在疫情期间受创 而且他也缺乏有效的能力 去约束成员国 事实上成员国现在都回到那个民族国家状态 是吧 现在基本上都是封边界 而且我那个医疗物资不让出口 而且不仅不让出口 相互节流 对吧 德国把人家瑞士 什么口罩啊 那个那个手套啊 那个消毒液都给抢了 把人家意大利85万个 82万个口罩也给抢了 这个说还给人家 又找不着了 那个可笑 我有个大胆的推算 就是疫情过后 我们东亚的合作会有点加强 可是欧洲内部的团结 会有所顺心 欧盟以外的成员国 像那个塞尔维亚 他可能对欧盟那个向往 会有点下降 英国人可能就脱派 会更坚定决心 这个你跟他走 有什么好处 没好处 OK 这是大概很确定的一个结果 就站在欧盟角度来讲 他有他为难之处 就是欧盟呢 还是一个很新的实验品 是吧 他是由欧洲的主权国家 让渡一部分权力 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结构 他不是联邦国家 像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他连帮联都谈不上 所以他本身的法律上 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他资源也不够 所以真的期待他 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可能也不现实 只不过是什么呢 欧群呢 就把那个 用一种残酷的形式 把那个幻想给他 给他破灭了 13年11月26号 那个柏林安全论坛 一天 最后一节啊 是德国国防部长来讲话 跟他的欧洲同行讲 说欧洲国家 其实是两类国家出身的 一类呢 是小国家 一类呢 是不知道自己 是小国家的国家 都是小国家 所以团结之强 是他唯一出路 如果不团结 都是小国就相互忌讳 相互猜忌 那有什么前途啊 对不对 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欧洲和美国的 这个信任也有点下降 这一次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这个美方是非常 那个自我中心的 很多人都注意到 那个特朗普总统啊 就突然宣布啊 中断与欧洲的那个航线 而且没有跟对方商量 很多报道 就是这个美国的军机 直接从意大利 把很多防护物资给拉跑了 然后还有德国 意大利 法国都有这种消息出来 所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趋势 这个值得我们关注吧 一个欧盟 在疫情之后 他的领导力 影响力能不能维持 还有一个跨大西洋关系 能不能 会不会有变化 因为这都是其实 现在国际结构的资助 对吧 现在国际结构 第一就是美国的霸权 第二个就是 他的最重要的盟友 欧洲嘛 如果 他的主要的盟友啊 那个 就美国的五虎上将啊 蛇了三个呢 那个丈夫好大了 哈哈 谢谢大家